哈囉大家好,我是保險大叔小禮 這個過年期間呢,很多店都沒有開 那個雞排店、炸雞店很多也沒開 那所以我今天呢,想吃炸雞呢 我點的是炸雞大師 炸雞大師這家有開 所以我點了他的,點的跟山一樣 給大家看一下我點了什麼 首先我點了他的這個扮雞 他有全雞跟扮雞,扮雞是8塊 這是他8塊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盒子很有可能是放全雞的 所以這個放了半雞之後看起來這個盒子打開就覺得 分別好像有點不太夠 炸雞大師他有這個炸整顆地瓜 這個我覺得為什麼其他 鹹酥雞店還是炸雞店不出這個呢 這個我超愛吃的 整顆地瓜下去炸 然後呢,另外我點了什麼呢 這個是 星包菇 看起來像雞塊,對不起 他是星包菇 我拿這塊比較奇怪 炸星包菇 這個是 炸四季 炸四季豆 炸四季豆 最後我點的這個是什麼呢 他的雞軟骨 其實他這個雞軟骨分量不多 我這樣看起來好像才三塊四塊吧 他這個份量真的不多 所以其實炸雞大師這一家 他每一樣餐點的份量其實都還好 剛剛的那個半雞其實也還好 沒關係 那另外我點了他這個濕奶殺手 這個就是濕奶茶啦 名字取得很好聽 我們等一下來喝喝看 其實我覺得他雞肉是嫩的 他皮的部分也算酥 我覺得他皮是酥的 其實他肉也多汁啊 他那個泰式醬這個酸酸甜甜的 其實還不錯 有那麼一點味道 酸甜的味道 只是我覺得有點不太夠 哇看被我啃到剩小骨頭 其實他這個炸的還蠻透的 肉跟骨頭之間 這個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吃乾淨 我覺得還不錯 來他的雞軟骨 他雞軟骨的話 肉的部分也算多 不過皮的部分 我不曉得為什麼 他這個炸雞軟骨的這個皮 沒有像他這個半雞這個這麼脆 這個有點軟掉 來這個炸雞豆 我再沾一下他這個醬 他這個四季豆 其實我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四季豆沒有炸得太老 所以他四季豆本身還有點脆 皮也是脆的 所以整體吃起來的話 你還吃得到四季豆的那個原本的味道 不會說整個都是油味之類的 我覺得這還OK 我選這個大塊一點的 這個雞軟骨讚 因為你咬下去 好奇怪 他那個咬下去整個都是那個 湯汁跑出來 杏鮑菇的湯汁 他整個有鎖在裡面 他不會炸到太乾 那杏鮑菇的那個味道都出來 杏鮑菇不錯 好那這家炸雞大師呢 我就以他的這個炸地瓜來做一個結束 哇 整顆大地瓜這個就是讚 其實他 主要重點應該是在他的皮 他的皮真的脆 那 皮本身可能也有調味 所以 光是吃他的皮其實就 還不錯 那他有上一些胡椒 胡椒味道也不會太重 所以我覺得調味上跟這個口感上 我覺得都OK 那這個299的這個半隻雞呢 其實 給大家也給大家看過了 就是說他的這個雞肉跟雞腿的部分 其實都沒有很大塊 都不是很大塊 那當然啦 皮的部分是脆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來講還蠻喜歡的 那另外幾個我點的東西呢 其實像杏鮑菇式雞豆 我覺得那個蔬菜的鮮味都還有保留 所以 也不錯 雞卵骨就軟掉了 我不曉得為什麼 只有雞卵骨 他不脆了 對他應該是 對他的皮應該是要脆的 可是 其他東西都是脆的 就只有雞卵骨整個軟掉 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 奶茶就是甜甜的評價的東西 大家 也可以點一下齁 其實不會太貴 哇 如果我以後開炸雞店 我一定要賣這個 為什麼其他店都沒有這種東西 OK 這就是 今天的晚餐 掰掰